Booking這個ID部分OK之後的話 這個做完了 OK 然後呢我們如果要把BookingList 從這個名稱去查到他的其他的東西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查 那當然這個名稱其實喔 特別注意喔前面這個Booking等於是說 如果你前面這個沒做好後面要查也查不到 所以這個等於BookingID一定要是正確的 不能做錯 中心一定要加一個兩個三個一個減號 這個插一個字都不行喔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把那個這個ID查到他的名稱 首先第一個啦 當然顧名思義喔 我們可以怎麼 一樣的用那個V6函數 OK 然後呢V6函數查什麼查這個ID 所以從這個ID裡面呢 去幫我拿去查哪裡呢 F3 去查那個總表 總表的話就是Booking OK 按確定 然後呢 Booking裡面的話要查回來什麼東西呢 把它再點上去一下 你們會發現喔 我要查的是First Name跟Sername 然後中間加個空白 所以我如果要查的話應該是第幾欄呢 Booking裡面的第六七八 八跟九 所以呢 我就這邊輸入八 底下輸入零 要完全一樣喔 有沒有 所以呢 他就把那個他的他的名字 帶回來 他就用Romeo OK Romeo 按確定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空白 空白的話呢 就是在雙引號裡面呢 加一個空白 然後再and 後面的話呢 就是再把第九欄 Sername 他的信的部分 再把它加到這裡 那當然貼過來之後 把這個第八改成九就可以了 按打勾 有沒有 他的名稱就出來了 點兩下 好 特別是喔 如果 假如你那個查完之後發現 奇怪怎麼Nutavailable 有沒有 NA有沒有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前面這個bookingID喔 公式就錯了 因為 如果 兩邊的資料不match的話 那你就一定不會查到結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喔 兩邊的話呢 不能說 差一個地方 哪怕只是多一個空白也不行 這個要特別特別的小心喔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RuneNumber RuneNumber的話 其實這邊有沒有 RuneNumber在這裡喔 第六欄 所以其實喔 最簡單的方法 插入函數 把剛剛的公式 我前面加個等號 等於這個 把它改成六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用V-Rune函數 要查資料還蠻快的 有沒有 那幾碗的話呢 就是什麼 把那個 第五 確告 第五 減第四不就好了 OK 所以喔 我們只要把第五減第 要一樣 等於 把剛剛的複製公式再貼啦 所以那剛剛的公式 還蠻好用的 第五有沒有 減掉 第四 這邊把它改成四 打個勾 OK 然後向下填滿 那Price的話呢 比較麻煩 Price的話呢 他是必須要用 剛剛提過的 有一個叫LucaPrice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名稱裡面喔 他一定是 什麼呢 他的 這個 這個 ID - 或者直接打一個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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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門一陣 的 VIP的三個字 LOOKUP PRICE在這裡 所以這邊的話 LOOKUP PRICE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名稱放在第一個欄位 它的價錢放第二欄 所以我直接輸入2就可以了 幫我把價錢帶回來 比對方式要完全一樣輸入0 3800按確定 直接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全部查完了 其實現在的價格 像最近因為大家可能沒辦法出國 所以我發現 像剛剛台中的飯店的價格 真的是最近真的蠻高的 尤其假日真的貴了 貴了Double都有了 OK 然後Amount的話就是 等於這個乘上這個打勾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全部大功告成了 OK 那待會的話請各位可以再做個練習吧 因為其實蠻多同學常問的問題是說 老師有沒有可能 我把這個BioList先複製一個 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他就想說 老師我可不要這樣 我們一般用途大概就比較常是把這個 A2一直Ctrl鍵 向右向下 這個把它刪掉 原來在這裡啦 我把它Ctrl到這邊空白 他是希望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範圍都做成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的來源就是從Booking裡面 當我下拉清單帶一個之後的話 這個後面的資料會自動顯示出來 也就是我這邊Booking ID 可以用ID去幫我查後面的五個欄位 自動帶出來 那首先你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辦法把這裡下的全部資料 變成下拉清單 就旁邊會有個箭頭 你第一個 我常常講過了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全選 所以優標放A2 Ctrl-ship向下 不過如果你不想一百多萬筆的話 你不用選到下面 然後呢你可以怎麼樣 找到資料裡面有個叫資料驗證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把它改成清單 那清單的來源的話 就是來自於前面這個Booking 所以按F3 它裡面有個來源會叫Booking ID 就是指的是從那個Booking ID裡面 幫我把資料倒到裡面來 所以你會發現 點下去有沒有 這個Booking ID全部都出現了 甚至我印象中 如果你直接打字 它好像沒有辦法自動跳 比如你自己打L什麼 它沒有辦法 像有些資料的同學問說 老師一邊打一邊寫 沒有它沒有這個功能 OK 它頂多就是怎麼樣 你可能可以用打的 或者是說呢 甚至現在有那種調碼機 有沒有 Buclereader B 然後呢 其實B一下裡面就編號 自動Key上去 有沒有 或者你下拉清單點一下 那它是希望說 老師可不可以選一下之後 它這個後面的幾個資料呢 就自動帶出來了 那我就可以不需要說 每一次都還要自己去 再做一次公式 或者是說自己下去查 怎麼做 這個部分的話 等一下我們來看 所以你可以把BioList分兩個 一個是查這些 一個是待會呢 我們來看 有沒有辦法下拉清單之後 自動帶出我們要的東西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我們來看